沐浴 就是浴佛就是洗澡 给谁洗澡 给童子佛洗澡 童子佛是谁 所以我们待会在浴佛的时候 就是灌木 猪如来 猪就是多个如来 猪如来 就是你们也是如来 就是圣诞节 佛诞日是谁的节制 是普天之下 所有众生的节日 要用天上无形的干露 待会我会请诸佛菩萨撒干露 你们要把顶门向两扇门打开 撒干露 在浴佛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有一股清凉的东西 入进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卢脑腔 胸腔 下腹腔 都被这种清凉地菩萨 来得干露水 刷刷刷地给你洗干净 这在中国圣贤 庄子的语言里叫 早欲耳精神 就是给你的精和神洗个澡 给你的灵魂身洗个澡 那么通过洗澡 把那个尘洗掉 看到自己原本是佛 你是童子佛 你是金刚不坏身 因为你的法身和本师释迦牟尼的法身 和阿弥陀佛的法身 都是同样的法身 都是金刚不坏佛 你要借这个种子让它生芽 然后慢慢长大 然后变成佛 变成报身佛 有法身佛变成报身佛 有了报身佛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你就可以画出 亿万数不清的无量佛 去度无量众生 所以欲佛 是欲你自己的发报化三身 是你要把自己的佛 不死的金刚佛诞生出来 你之前没生出来 你包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现在要把它生出来 所以说在欲佛集里面 这个要今生现正发身 在欲佛的当下 你就见到一个光晃晃的一个小童子 慢慢长大 踩着莲花长大 最后一看 长得特别像自己 自己长什么样 它怎么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对 那就是欲佛成功 你把一个水晶 干干净净的一个水晶 掉到了混凝土里面 我们盖屋子用的混凝土 掉进去了 你拿出来这个水晶 外面全是粘的什么 混凝土 张了混凝土以后 就不透亮了 它本来是明晃晃的 不透亮的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洗干净它 沐浴就是洗澡 就是洗干净它 洗干净它 它又还本了 它明晃晃的本来面目 你要见父母 未生你前的本来面目 就是第一个父母 还没生你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明晃晃的明点 你这就是你的原样 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你发身见 要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是沐浴 欲佛解的时候 欲佛是给自己的佛 沾了太多的灰尘了 洗个澡 还原它的经营透亮 金刚不坏的原本面目 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意义 因为我们人多 没有时间排着队去欲佛 我们待会儿在这个法会现场 带着大家集体欲佛 那么咱们的欲佛 和反戒光是连接的 和释迦牟尼 要是佛 阿弥陀佛 所有的佛菩萨 成圣的场是连接的 所以你需要做点功夫 待会儿我会引领着你 做点功夫 你配合来觉受 用自己的身体来告诉自己 这样的欲佛的觉受 身上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无论见到 还是能否见到自己心中心 黄庭里面的真佛 都不要紧 你见他也会出来 你不见他还会出来 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有的人今天给我发信心 我的生日是5月16日 也就是明天 刚好是佛诞日不休假 给我发来师父生日快乐 那么这个实际今天是我的生日 为什么 今天是佛诞日 佛诞日呢 我是佛 我认可我是佛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发身 就是跟释迦牟尼 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 我就是佛 所以我今天是诞辰 明天是人的诞辰 今天是我的佛的诞辰 你今天是不是诞辰啊 那就掌声一下吧 这个师父举例子了 那今天也是你的诞辰 也是你的圣诞 你的那个北鼻佛 也要怎么样 生出来 掌声一下 OK 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圣诞 佛诞 您也是佛 所以我宁肯今天过生日 明天那个人的生日不重要 今天佛诞重要 是不是啊 你们是不是这一天 也是你们的生日 很重要的生日 那个人的生日可以不过 记住每年的佛诞日 一定要过生日 我们待会儿今天 法会完了 还有一个切蛋糕 这是你们共同的蛋糕 给你们共同的 我们的这个童子佛 过过生日 让他淡出来 那么借佛 佛陀本师的光 我们也成成佛 然后最好是 你从今天认可他以后 明天后天 从此 此生中 这个佛永远和你不离 时时刻刻的跟你过日子 你用这个佛来面对 笑脸应对 成佛所有的事情 你就生活在极乐净土里了 这个很重要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